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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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今天先复习一下上一次的课程 上一次的讲义的第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圣地宪观 其实是见到很重要的内容 这居色论里面十六星 他所看到的就是四圣地的真理 所以这个部分他的观 这个线观就是当前你所观察到的 而且是不是一般我们众生在观察的世俗的方式 而是要你在定当中 所以总共分三个 见线观 原线观 跟四线观 因为这三个部分 它里面的内涵 我们另外看一下这个 因为四圣地里面是 有情从凡夫入圣的关键 所以四出世间的里面 就是苦极灭道的道地 其实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本身有世间跟初世间 以四圣地来决定它的内容 当你的观察 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的众生有千差万别的根性 还有根据他所学习的法门 呈现出顿跟见的四圣地的真意 所以这时候部派他们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在我们第一章讲义里面 有讲到大众部跟上座部 他们的思想上会有一些差异 是来自于上座部比较保守 然后所以他们会根据经典 就是《弃经阿含经》里面的内容 来做这个决定应该修行的时候 四圣地是要见观还是顿观 那以他们呢 我们上次有提供一些 上课的时候看到一些阿含经的资料 其实他是 活头有提到是要见观 那所以切尔布呢 他是因为呢 他在分析法的时候 他有志向跟共向的差异 志向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苦地下呢 苦有苦空无常无我 他自己呈现出来的这些 观察法的像 然后共向的话呢 这共同里面呢 又有最后两个 无我跟这个空呢 他有个共向在 所以他就会呈现出 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好 四地苦极灭道 然后呢四向有苦空无常 但是当你在苦地下的 这个四个形象 你观察得很好的时候 你看他跟极地跟灭地到底 其实他们有交集的 好 你看这打勾的就是说 苦地我们会观苦的现象 好 再来呢 你会看到这个苦呢 他会变化的 所以他是一个无常 那也因为是变化的 所以众生感受到苦也感受到无常 这两个是苦地最容易观察到的 那根据这两个的苦地下的 我们观察到的十项真理 我们就知道 这些会变化的东西 他不是有自信 一切法无自信 所以呢 他是一个空性的展现 那因为他是空性的展现 所以呢 包括众生本身 也是一个因缘和合 好 所以无 那这样子呢 我们来到极地的时候 因为极地的时候 他就没有观察这苦的现象 他只观察到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无常 所以我们感受到苦 好 那他当然也展现了空性 既然有无常一定有空性 那既然有空性呢 他就是代表 我们所有的诸法呢 都是一个因缘和合的 所以也没有过 那来到灭地 就是我们达到 我们见到就是灭地嘛 灭了所有的烦恼 那他当然一定展现了 有空跟无的特性 达到捏盘的话 就是我们的身见都灭了以后呢 你没有一个五蕴俱合的我的时候 你才不会产生很多的痛苦跟烦恼 因为所有众生的烦恼痛苦 都是因为跟什么 实相真理背道而驰 实相真理背道而驰 如果我们是跟真理呢 相应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有烦恼跟痛苦了 所以来到最后这个道地呢 我们又看到他多了一个无常 就是在道的时候呢 我们八正道跟戒定慧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以我们这一本书 他教我们的方法 活陀不在受以戒为师 以四念处为主 所以四念处里面呢 就是要破除众生的四种颠倒 如果我们这四种颠倒没有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跟道相应了 相应的话 我们的烦恼当然他就可以灭 就是因为众生呢 没有智慧 然后没有看到实相 所以呢 他常常是背道而驰 背 我们这里的道士跟法性 跟整个呢 我们的真如本性的相反 所以呢 在道地里面 他一定会展现的是 空跟无我一定有 然后他也会展现无常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当我在苦地下呢 观察得很好的时候 其实 后面会提到 这个是剑线观 当你的这个剑 我们的剑呢 里面有八种剑 我们上次在前面有讲 八种剑 除了五种染污的剑 开始你世间的正剑就是 深得慧 闻所成慧 师所成慧 修守成慧 有这三个四种世间的智慧以后 你才会来到初世间的 有学证件 然后再无学证件 当你的有学证件呢 开始有以后呢 你就会观察到 苦地下的这些真理 苦空无常我 所以呢 苦地下是第一个呢 很关键你要去观察的部分 如果这个没有观察到的话呢 如果这个没有观察到的话呢 那就很难 很难去 把它呢 做了解 所以我们这边呢 回去上一个 要看一下我们也来讲一个这一个 那再回来 我们要把这个 讲一下是有关的 部派里面 据色论跟圣政理论 还有城市论里面都有记载这个 对于建观跟尤其四地的 是要依次呢 十六星苦地 吉地 灭地 道地 这样一个一个观察 还是呢 一下子就完成的 在这个大众部 他认为是可以顿观 那阿比达摩 他就是以修行为终 所以我们这个叫阿比达摩 据色论 据色论就是一个宝藏 宝盒 里面藏了很多的大毗菩萨论 发誓论这些呢 等等论的精华 所以这个宪法跟对法 这个对法呢 我们上次有讲 就是以这个无漏的智慧啊 然后呢 能观的心是以无漏智慧 就是刚刚举例的 苦地下你有观察到那四个形象 的时候呢 要很深刻的观察 是你在定当中的观察 这个无漏智慧呢 它就是对象四圣地 对象捏盘的 法 然后这个对法呢 就是一个能观的 这个心 对所观 所缘的静 这所缘静就在于 我们刚刚看到的 人生里面的苦地 然后你知道它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无常 那你在这样的观察里面 你这个法就是 去对到你的什么 烦恼 这个对本身有打击 打击到众生的 我们的烦恼呢 就是来自于 我们的四种颠倒 把不静的当成静 把无我当成有我 把无常当成常 然后呢 把这个无常的当成常 然后我们的热恼 我们的苦恼 把它当成热恼 所以这些都是 你要去呢 在这 法上呢 要直接去观察的部分 所以它这里是 对法要有这样的 当下的这个直观 就是当前的静 然后呢 当下 直接去观察 所以这个等于是 这些呢 祖师大德他们 有一些论师他们的 禅观以后呢 然后他们去呢 把它呢 做这个论 禅教互相参政以后 变成这个论 所以我们在 开始前面的五庭新观里面 他有讲到 两种甘露门 就是不静观 跟我们的这个 呼吸 观呼吸 尤其观呼吸呢 最容易观察到的是 无常 因为 太久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 马上看到无常 当呼吸呢 一静一出 然后有长有短 然后呢 这个来到身体的时候 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所以呼吸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最容易观察到 第一个无常的 然后这样的 然后不静观 是对峙我们的 第一个颠倒 把身呢 张成镜 那在经由 阮 鼎 忍 四滴 慢慢呢 修到四滴十六形象 所以整个呢 四滴十六形象 其实在整个 计色论里面算是很重要 包括见到时候 你所要观察的 你所要经过十六星呢 是透过四滴十六形象去见 渐渐看到四圣底的真理 所以这里是有部呢 他的传承跟论书呢 都是奄远于这些禅师 禅观 所以你如果没有一点点清静的心 在定当中去做观的话 其实是很难观察到的 因为你的观察会变成跟一般的人一样的 从禅出教以后 由于最早完成的思想体系 就成为这个有部正宗的地位 就是四滴十六形象 所以说一切有部认为 四滴的性质 不同 无法同时现观四滴 因为呢 每一地下 你看刚刚苦地观完以后 这个极地是要观原因 因极生缘 跟苦空无常无不太相同 除了一个无常呢 比较能够相同的性质 那当然他们最后还是会观察到 空跟无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性质在形象上不一样 然后呢 来到灭的时候灭尽妙离 跟苦空无常无又不一样 因为你来到灭地 你已经灭止烦恼了 你已经呢 感觉心非常的激进了 然后呢 你没有任何的烦恼 所以呢 这些形象其实每一个不太一样 没有办法同时现观 这是有部呢 他们在这个修行的次第上 他们比较重在志向上 然后由志向呢 才来共向 因为共向就是 你在志向的苦空无常无我里面了 空跟无我呢 他会达到跟其他的灭地 道地 集地之间有一些共向的存在 所以这个地方呢 苦地的第一个呢 是我们要观察最清楚的 而且你看这个在忍位的时候呢 上忍位呢 最后要观的是 也是在苦地下苦空无常无我 你选一个形象做最后对峙的 所以这个代表呢 这个苦地下的要观的这四个形象 其实是最关键最重要也是呢 入手的一个部分 那到了第四第一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的课程已经进入五百一十二页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到呢 十六星里面的三种观 就是见缘四的三种 然后呢 再来他要 就讲到正性离生要见到了 那接着他要讨论的是 在见到十六星的一些内容 见到位跟修到位里面的不同 那有部讲 四圣地呢 不顿现观的理由是因为呢 志向跟共向 还有有部呢 是四里二帝说的 四圣地的四项是四属地 那道理的话就是圣意地 圣意地就是共向四 我们看到的 就是空跟无 那四属地我们也会看到无常嘛 对不对 苦也是大家都观察得到的 所以四圣地里面又各有这四个形象里面的差异 又有四属地跟圣意地之间的不同 所以苦地的四个形象呢 只限于苦地下 无常的形象通于 刚刚那一张表就是把这个归纳 无常的形象通 可以通呢 苦 吉 道 都有 然后空跟无我呢 通整个四地 好 所以 这个 我们这个表呢 如果 好 你看到他这个 无常的话就是 苦地 吉地 道地 当然你来到烦恼灭的时候呢 你的心达到不生不灭 他就没有一个无常的 部分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在苦地下呢 他为什么观察完以后 整个四圣地的道理 大概都完成了 所以第一个见线观 就是在苦地下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完成其他的 三个呢 就成为是起作用的四 他有一个四见观 四线观 四就开始起作用了 因为你观苦地的时候 你就会灭吉 然后 正灭修道 好 你当你观察到苦地下的苦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灭这个原因嘛 因为你了解了很深刻了 你就不会再遭 遭感同样的原因 让你自己再造这个苦 轮回的苦 好 那你就会 修道 那你就会正面 所以呢 当苦地下的 道理通测的时候 其实 后面三个呢 他就会产生四线观的作用 好 这个是 一切法里面的 共通的共向里面了 也有次向的部分 好 这样子 所以线观呢 他是一种直接的体验 并非意识的 虽然我们刚开始是用第六意识来做 无肉线观的开展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是要用你的第六意识去做观 不过呢 那个观呢 是你在定当中以后呢 出来观的 那我们一般人呢 他打坐的时间 如果他坐一个中等 下坐的时候 他的心还是很平静的时候 他的心呢 平静 然后思考也很敏锐的时间呢 就看他可以持续多久 可能在呢 一个小时内 相对一个小时内 他是这样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的心开始就急躁了 然后呢 可能 很多 事情呢 他面对的时候 大脑就不是很清晰 所以 每一个 应据他的定力呢 而去做 这个线观的时间呢 在你 定完以后 马上坐观 是最直接可以看到 但是呢 如果你在出定了以后 你在生活里面的线观呢 那就要依据 每一个人的定力而不同了 他也不是普通生活的经验 他是我们内心深入 每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六根处六层 今天 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了 他都是你要去观的 一个特殊的经验 那这样的直觉的经验呢 活法提到的就是叫做线观 所以呢 其实 这个线观呢 在见到前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夫 如果你没有培养起来 当然十六星更不用讲 所以这边呢 就是要 多加强一些 内容 让同学呢 观念比较深刻一点 在内容上呢 他是一种 而 瑞智的直觉的能力 不过这个直觉能力来自于哪里 就是我刚刚讲 你的定力的培养 你的定力培养到什么样的状态 他就会 观察的深度不一样 那我们平常讲说 其实呢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四颠岛里面生活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 你会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会吃 尤其肚子饿的时候 你会吃很快嘛 对不对 因为你要赶快呢 让自己的肚子不会有呈现饥饿的状态 所以 这个时候很需要他的时候 你会吃很快 但是我们会容易呈现一个贪的心态 那如果呢 我们上次讲 吃饭他也可以修不尽观 是因为 你会把这个米饭 一颗一颗的米饭 观成呢 是好像呢 一个一个小小的那个居虫的时候 那你就会知道 说所有你看到的东西 你觉得干净 其实他是不干净 你是适量去取他 而不是呢 依你的欲望了 去吃他的时候 你当下你这个 这个观 这个不净的心呢 才会呈现出来 好 所以呢 吃饭本身 他就是可以修不净观了 所以我们常常是 用自己认为干净的方式来看 所有事情 所以包括我们每天 做的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瑞智呢 是要你把它呢 用到你生活里面 每个层面 尤其是你特别喜欢 特别呢 欲望的东西 你要特别 用你的 呃 重要的关键 如果你平常呢 都已经培养的 非常清晰明了的 正知这个真理了 那你的心就不会被贪真吃 给带着走了 好 所以你 这时候你是跟真理相应的时候 好 那你就不会 呃 产生 这个 或也 当然呢 这样你就是一个见到的 好 因为 我们平常就是没有看到 实相真理 然后我们就跟着实相真理 相反的时候 我们才会造业嘛 那你如果跟着实相真理 是相应的 好 随胜这样的 呃 自然真理 而没有被道而辞的时候 那你就是见到了 你也是这边讲 你能观的志跟所观的理 是契合的 契合的时候 好 那你这个就是叫现观 所以我们这个现见观呢 的现观跟现正呢 是要代表 你能观的志跟所观的理 是要合一的 好 能观的这个 呃 心 跟所缘的静啊 好 你要都 能够很清楚的跟真理相应 所以下面呢 就是提到 我们之前也提到 这是 这个 佛陀 在这个经典里面提到的哈 我们 呃 在这个 转法轮经里面 他也讲到这个现观是要 呃 官式帝的别观 这里有看到别观式帝 代表也是见观就是 古圣帝是前 呃 所未闻的法 现在应当 对他做如法 合理的思维啊 好 你要去思维 呃 这个法 好 然后 集圣帝也是 就是你要 见到是见之前没有发现的 呃 真理 好 然后你要开始跟这真理合而为一 好 灭圣帝呢 是先前所未成文的法 一样每一个 现在呢 应当对他做 如法合理的思维 嗯 所以 不是说你学佛以后 你的烦恼 都没有 而是说 你会看到的是呢 呃 实相真理 然后你要跟实相真理 呃 相应 好 的时候你就没有烦恼了 这样子呢 就是见识现观式圣帝 那修行者虽然 不能 知道呢 日日所要抵除的有漏啊 好 有可能 刚开始你的见观呢 呃 不是那么的深刻 但是如果呢 你能真正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修行 好 为什么 识念处他这个修行 不是说 你一下子对苦空无常 无我 你就能够观察的 很深刻很好 因为其实 无时无刻都可以观 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 就是因为 我们会回来我们的世俗的 呃 这个有漏的观念里面 好 那你要达到最后 你跟他是完全合一的时候呢 那就是见到的圣人以上 他终归有一天呢 你要一直不断练习 这个漏呢 才有静的一天啊 所以有不认为 这个就是要 呃 用见观 好 那圣政理论也是这样讲 呃 如是赤帝有十六星 就是圣帝现观 他以 呃 三界四圣帝呢 赤帝 呃 现前如实观察 所以这样子呢 如 呃 先源于异界的苦圣帝 有苦法人 苦法治 好 那就是低心呢 是很重要嘛 因为低心起来 这个无间道 就是没有间隔 马上他一定就是 赤就是会出来了 他没有任何的障碍 跟烦恼会阻隔他 只要有苦法人 一定就必然有苦法治了 所以如是赋予呢 法治呢 无间 总圆上二界 再来呢 在圆上二界的苦圣帝 有类治人 好 苦类治人 然后苦类治 好 一样 好 他也是呢 无间道跟解脱道 好 所以最初正知的 诸法真理 就叫法治 好 他跟后面这个 因为后面就是指这个 上二界很类似 好 所以上二界跟他很类似的时候 就用 类治 所以元玉界跟上二界的苦地 有这样的四心生起的时候呢 元其余的吉 灭道 三地 有同样的心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张表 就是说当你在苦地下 除了一界 你观察到 上二界跟我们也很类似 所以有苦类人 苦类治 那你这四个都观察到 其他的吉利灭地 到底 他就很容易 因为他们里面有共相 同样各有他们的四心生起 好 所以总说一句呢 元于一地 就一个一个去每一地都去圆 就有四心生起 所以赤地有十六心 而这是见赤县观的 不是同时顿观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从 有部呢 他不会认为说 他认定以外呢 除了刚刚讲禅师 至于修行以外 还会呢 找这个经典里面 内容去呢 证明 活陀有这样子的 教授 修观的方法 所以 活在善寿经里面 有讲到 于是圣地呢 非顿县观 必见县观 这一句话 就是证明了 见县观 是最契合圣教 所以当之呢 修行的人 对于是圣地的观察 如观 苦圣地 一定要将之呢 现观成功 所以第一个最难观 如果你观成功了 后面必然 因为呢 这个苦 知苦 然后必然 你的是现观就会出来 你会断极 修到正面 所以定将后面 这个现观成功 是因为来自于 苦地呢 是整个 共相的 普遍的道理里面 它有存在 所以了解苦 之所以为苦的真相 然后才可以进一步 去现观极地啊 如果你对苦地 没有现观成功 绝对呢 不容许 再去现观极地 因为苦地下本身呢 就有其他三地的 一些共相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 对苦地呢 会有这样特别的 一些 内容呢 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 三十二形象 就是四地 十六形象 观 人位里面有 上下八地 里面三十二形象 一样 它也是最后 加强的火力 就在玉界下的 苦地的四种形象里面 依你的这个 个人的习气 跟问题呢 做对峙的 你可以选一个 是无常还是无 所以同时呢 金中火还亲口说 见识见证了 见道 见地的时候 见地就是能够见到 就像人爬楼梯 赤地而上 所以立智慧 有立根智慧的人 他会慢慢舍掉 他这些不好的 然后就像这个 炼黄金的 他能够慢慢呢 把自己的一些 身体的问题呢 慢慢 除掉 染污的部分 所以如上索引 各个圣教 就分明显示 见现观 要知道我们索引的圣教 不但不为其余的教典 也不为诸法的法性 所以在 这里是没有把 我们的元徽法师 没有提出来 其实论主世青呢 还是认为呢 是见现观 所以四地呢 是由粗而戏的 这样的一个次地 所以里面呢 苦地是最初嘛 要现观 然后再观到这个 后面的 道地 那有部既然这样 主张现现观 那大众部这个 顿现观的 说明呢 应该 我们上次有稍微讲过了 是大众部讲的这个 顿呢 他们指的就是要 一次压制 一次完成 不过这是来到 我们后来大圣佛法 当时候大众部 只是说 他这个 可以呢 很快的完成 那以这个范文来解释 这个顿呢 他其实是说 所有程序都要完成 只是 他能够一次的完成 那如果建的话 就是比较慢一点 所以建现观呢 是无漏的会的 租地 敬如实绝了 是建现观 如实观 是地的 一定是建观租地 相貌的差别 因为一见 在道理上呢 不容许有多很多的形象 所以呢 界限观呢 一次刚开始就 观苦地下 那他的事项 如果你观得很清楚的时候呢 你这个圣出事无漏的 这个智慧就出来了 诸圣地子 以苦形象施为苦 以疾形象施为疾 以灭形象施为灭 以道形象施为道 无漏作义相应则法 这样你的无漏的 这个 如礼作义呢 它会出来 然后你会有这样的 相应的智慧去 选择这个法 一见领 无非一个形象 就是 从这样的一个 苦地下里面的 形象里面 可以 去观其他的 所以呢 必无有别相地中 随其志向 据实见利 就是说只有苦地 是可以这样子的 从这样来看呢 就是说 是用见限观 绝对不能用顿限观 假定有人认为 一个非我 假设呢 有人说 那我要对质我 那我用非我来对质 就可以了 他说 因为无漏的智慧要怎么样 就每一个苦极灭道 每一个都要观察 不是光一个 无我呢 去观察就可以了 所以正一呢 见限观于 世圣地的一一志向 是各个限限的 所以不能呢 一下子就聚见 意思说 无漏智慧 在有部来讲 他的志向呢 你每一个都要观察到 你才会产生共向 就像你苦地下的这个地方 你观察得很清楚 他的志向清楚以后 他这个共向呢 才会产生后面 所以呢 见限观 非顿限观也是呢 这边他的论点里面的支持 然后界限观呢 固然是见非顿了 他们所缘的 境 还是每一地下 苦地 极地 灭地 道地 各别不同 要一个一个都去观 那下面他就举例了 他说假设 我迷失于苦境 是因为我有一个我值 我有一个死我的概念 那么他就会 在限观当中呢 只要对志我值的 观察呢 用无我来观察的时候 可是呢 这样子呢 他可以对志时有的我 可是其他的 他就没有办法对志了 所以并不需要呢 用顿观 诸法无我 他意思说一个一个去观 一个一个去对志 如果你用一切法无我 这样的顿观的时候呢 其他的 这个 世圣地呢 还是没有办法去观察到 因为呢 你这个是个人的我值 志向嘛 那诸法无我是共向 对不对 刚刚讲空无我 那个地方呢 其实 他有一个共向在 那我值 这个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这个地方是一切法无自性 这个呢 没有办法对志我值 所以他认为说 你的志向没有对志好的时候 这个共向其实是没有办法出来的 若你顿总观诸法无我 他一个一个都是要 每一个层次呢 他都要经历以后 才有办法来到 诸法无我 那假定呢 现观灭跟道二圣地 犹如苦的形象 那么 他意思说 如果你用呢 这个 诸法无我呢 他就可以观到呢 灭地跟道地 他是一个是 烦恼的止息 一个是 修道的时候 道如行出 好 你跟道相应的时候 然后呢 你跟真乳相应的时候 你会处理三界 灭地跟道地 已经是来到什么呀 无漏了 如果他呢 也跟用苦的形象来观的话 这样就要写之一时说 你没有如实之 你所观的灭地跟道地 不是用苦的形象 这个并非灭地跟道地的形象 所以呢 他认为呢 见苦地的时候 就已断除 迷道的这个烦恼 为什么 修道的时候 所断的烦恼 还不能断除呢 等于说 见道以后 你还有修道的问题嘛 所以他意思说 还要见次 见完道以后 你还有修道的 这些层次 他没有办法呢 顿起 数个修行 所以这个地方 还是强调是要见观 那见线观跟原线观 一个见的话 是整个道理都清楚 那原呢 因为有四个圣地要取原取嘛 所原的境有 苦地及地灭地道地 所以他们都是见 没有办法用 这个 直接呢 用 这个盾的方式 那只是呢 因为你在苦地下的时候 现观的时候 你的道理清楚的时候 同时呢 就在这个见观 见线观跟原线观 两个都是 只是道理的清楚 四项的话呢 就是要到后面三个了 急灭道 在苦地下呢 他就会呈现出后面的 因为你知苦 你就会断急正灭修道 这个后面三个 四项观 他就会产生出来了 所以能够呢 断除苦地下手 具有急地的烦恼 所以他的四项观呢 就是要产生作用了 大概是这样 那反正呢 我们下面是告诉各位是说 有步的思想呢 他对于四项地的现观 一定有主张见跟尺 开始观的时候 先一定是苦地下 然后呢 这时候你观了 心收缩起来以后呢 在急于苦胜地 先从苦地下手以后呢 这是你要在定当中 观心收缩 是说这个时候 你要关注在一个急 集中在这个苦胜地上 观到呢 对苦地真正透彻的了解 真正透彻了解 你再来观其地 因为你苦地的了解 是整个世圣地的真理的 完整的 这四个形象 他可以呢 达到后面三个形象里面的共享 然后这三个形 后面三个形象 因为苦地的真理的了解 他会产生四见观 四见观呢 我们在上次看到是 当下呢 你会成就什么样的一个事业呢 我们在511页看到 他的相应的心跟心所必然起来 然后呢 具有因就是 同时呢 互相为因果的 还有呢 道共戒 这时候呢 你的 这个道共戒会起来 就是他共同来成就这个事业嘛 因为当下你是会跟定去 产生出来的观 那戒呢 是不是要怎么样 深口欲去做 就变成试了 对不对 来到 四见观是 我们要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就是 苦圣地的完成 就会让你 完成共同的一个事业 就是 你的道共戒会出来 那是代表 必然你已经来到无漏了 你见到你才有道共戒 你这个戒呢 他跟定跟会呢 是个别的 戒定会对不对 那定呢 在我们前面讲 你要做官 你必然是要什么样 修所成会 你一定要位置定 至少要位置定 然后你才能做 见线观 原线观 那有见有缘 因为见呢 是一个能源的心 缘尽 所缘的尽 界线观 原线观 两个都还是在 强调的是观 来到四线观的时候 他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共同达成的 事情 事业 所以呢 这时候 他会达成的是 道共戒 你会成就道共戒 还有呢 身住意灭 这些 你会得到 他身住意灭 还有得非得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强调是说 这个圣地呢 是一个很重要 去观察的 如果你观察完以后 你再去观察其他的 他说 真正透彻了解 在收缩 以观 及圣地 观到呢 对于 及地 也是决定的 认识了解 再观 灭圣地 再观 道圣地 所以如果呢 你苦地没有 现观成功 不能进一步 现观 基地 乃至呢 灭地跟道地 当然更不用讲 灭地跟道 已经来到无肉了 你的苦地成功 你才能观到基地 你才能找得到原因 因为你对 就像我对这个东西 我分析把解破 原来他这里好多的零件 螺丝什么什么 如果没有了解 他里面的一些构造内容的实际 的时候 我要把它呢 把它组合回去 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组合 原来他是很多的内涵在里面 所以呢 当你要把这个东西修理好的时候 你要把它拆开以后呢 发现他的问题 再把它组合回去 这个就是在找他的原因 那你这个灭地才能出来 然后道地才能出来 所以呢 苦地其实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强调的还是 第一个呢 在苦地下的 这四个形象的 建观呢 成功以后 后面三个 这个四线观是 极力灭地道地 他必然就会一起呢 作用了 那我们常常看到这个 再强调一下 我们刚刚讲这个现观了 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刚刚讲 四念处为主 那他就是说 在我们的苦极灭道里面了 我们要观察的 身受心华 里面其实就跟我们的苦地下是相同 你自己去强调一下 观身不敬 观受事苦 观心无常 观华物 其实他就是苦地下要观的四个形象 那你这个 这个四念处这个念字呢 其实就是我们性情念定会里面的念根 那这个念呢 就是当下你这个心 好 细念 就是你呢 因为你有一个所缘目标 你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这个所缘目标 你的心呢 是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的时候 这修行者他的思想就很固定的在某一个对象上 这里的思想是说平常你有闻所成会 你有思所成会的时候 你的闻跟思已经成熟的时候 你知道世间的无常跟无我的这个道理的时候 那现在要借由你的观去把它呈现出来 这时候你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上专注的观察 所以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最最快的就是你的呼吸了 所以他强调就是 二甘露门里面不静观 可能还要你去观察到这个身体的变化 会观察到某些东西 但呼吸它无时无刻 所以他以正确的方式来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叫正念 这是八正道里面 第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这正念培养起来 我们的道地就是八正道 你的八正道才有办法 真正的进入这个修行 你要随时细念 一词不忘 是随念 深随念 受随念 深随念里面就有呼吸了 这是在这个南采汉表六随念 十随念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以修设论来讲 修设论里面的深受心法就是 我们的四颠倒就是来自于 这深受心法这四个 当我们了解了 也不断的重复了 但是我们很容易又被拉回 你的颠倒件里面 就刚刚举例吃饭 一个例子 我们很难去观这个好吃的东西 你要让你有营养的东西 它是不净的 你一定会把它观成净的 所以这个就是功夫在于日常的养成 为什么这里强调这个念就是 细念呢 时时刻刻你的心都稳定在 这个所缘目标你要观的 而且是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 稳定的心理状态是没有跑掉 跑掉你要赶快回来 再回来你的方法 再回来你当下的正念 正念是已经没有颠倒 没有颠倒件的时候才是正念 所以是不是时时刻刻你的正念都有呢 这个就是你的 要自己常常去保持 所以念是当下这个正 如理作意 这里还有一个问 讲到的是 你要如理作意的 在这个心的上面 这个下面就强调 这个记忆啊 这个念里面还有一个记忆的意思 巴黎文跟梵文里面的念跟中文不一样 它是一个动词 你还要特别去记忆 记忆什么 就记忆 你今天呢 看到听到的四念处 你随时信念在当下的这个心没有跑掉以外 你还要有这样的如实如理作意正念的观察 你要把这个记起来 所以呢 你要有专注觉察 然后清晰道论认为念是一种心理过程 通过不忘思的意念 这不忘思就是说 你能够如理作意 然后呢 对四念处 观身不敬 观受世苦 观心无常 观化我 你时时刻刻能保持呢 这样清楚的念头 保持思虑的稳定 然后心呢 没有飘荡 因为你愿意的稳定 你才能 试试把这个 你的如理作意提醒起来 然后修行者就可以支持这样善的念头 好 跟行为 然后放弃恶德 那这个时候在八正道就是精进不放异 好 因为精进能贯穿 八正道每一个 好 因为有精进你会正念 正思维 正禅定 好 正与正业正命就是戒的方面了 好 所以念呢 它被列入五根之一 我们的性情念定慧 我们在根品里面特别强调 众生都有这个性情念定慧 这五个好的 善根 但是呢 我们常常会 把它呢 忘记 好 这也是念里面很重要 它有一个念根嘛 好 尤其念跟它维持 精进跟懈怠之间的平衡 像敲敲板的这个中间点 我们的那个中道 就是这个正念 它就会随时 折法 现在我是过精进 还是不精进 好 所以随时呢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正念 那在阿比达摩里面 那在阿比达摩里面 它也是一个新锁 这片新锁 大地法里面有这个念字 好 现在的强调是 让各位同学知道是说 我们平常除了坐观以外 你这个正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要把这个念保持 这一句话 如果你要投身到人间 你就保持世俗的正念嘛 你有守五戒 你是有漏有取 那你今天要修出世间的正念 胜正念 你就要念头保持在世圣地 思维刚刚世圣地里面的苦地 苦地完成后面几个 应该就比较快了 然后呢 一样就是要观四念柱 四念柱是我们的法念柱 由这个法念柱 你要进入苦地就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的次地 道次地其实呢 从俱色论开始开展到中论 后面呢 其实道次地都是一样 只是在思想上 他们有偏重不一样而已 所以修行者的念 是否有正念 由他是不是具有正知 因为你的正知来自于哪里 文守成会 师守成会 然后正知来修行这个念 支持你如理作意的时候 这个才是一个正念 以正念来观察深受心法 这样子呢 这个 试念处里面 法念处 成就苦极灭道 他自然就会 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观察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是 你的正定也是来自安娜班娜 这个顺便是补充一下 好 那我先看到这里 那这个讲一后面两 后面部分 这个正信离生 只是一个名项解释 我想我就不用再花时间了 同学自己看 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有两个意思 然后这个正信离生呢 他是剑道的另外一个名项解释 就是你真正进入剑道的时候 可以入涅槃信 那也决定你了解释圣地的 那他用六离合式 就是用两个名项合起来去解释 名词啊 应该中文的名词来解释一个 叫做剑道 叫正信离生 正信跟离生两个 正信就是涅槃 离生就离开呢 不成熟善根 那这个成熟善根 他就会开始 离开我们六道轮回 这个生就是能够远离这个轮回 生死 好 那下面呢 好 这一个呢 就是很简单的 在我们512页 好 这个诵句里面他讲的 结与四滴同一与地 这里的四滴是说 我们跟前面 软丁忍四滴啊 一样是一呢 哪一些禅定进入这个十六星的观察 那这个应该在506页吧 506页我们那个诵句里面有一个 顺觉则分里面要进入四散根的时候 他介绍这个诵句 四是指四散根 软丁忍 四滴 所以呢 这个四滴呢 他用四滴代表是因为代表这个四个呢 他们在修行的时候 就四加行 也是修所成 修所成都一定要有禅定 他们是用六滴 六滴进去 所以这里的一 是相同于前面的滴 一样前面那个滴 同一与一 不是只有一滴 而是同样一呢 前面的四滴的那个滴 这个一应该指四滴那个一 同样一四滴那个滴 四滴他就一六滴嘛 二或七二是指软丁 他有可能多一个御界的禅定 也可以去 御界定已经很接近于位置是定了 所以呢 这里是跟506月那个六滴是一样的 所以四滴的定就是一六滴 所以他意思说 从四滴我们要进入剑道的时候 这十六星 十六星剑道嘛 这十六星就是我们讲的 圣地陷关 然后他以四滴一呢 是同样一 一样的 跟一滴 一滴跟四滴一样是一六滴 前面四滴是通一六滴 所以现在见到也是六滴 六滴就是在506月倒数二行 位置中间四本 四本净律 有看到506倒数二行 那里有六滴 所以就由此而知 因为他有在这个文字下面 506最后一行特别解释 因为什么 玉界没有禅定嘛 就不可能修四加星 然后射界可以修 是因为射界定会等时 定了以后他会修官 所以在初禅跟二禅 有一个中间定 还有还没到初禅以前 有位置定 这个都跟射界很接近 很相关的 就是射界的前面有位置定 然后呢 初禅跟二禅有一个中间定 然后有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 这个是六地 是看这个课本里面讲的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补充里面 先看这一章 那如果以大众部 他们其实的观法 就是很类似这一个的观法 不过我跟这个 有部稍微有一点相同 是说我们要在修行观禅的时候 你跟八正道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其实如果你观了这个苦极灭道的时候 其实他跟八正道里面就有相关 第一个呢 我要做观禅以前 我一定要先把身口意呢 先清净嘛 我们刚刚讲这个观的时候 你智慧要很清楚 心很清净 所以你八正道 正与正业正命是守戒 这个时候你的戒呢 先守得很好 然后你才能去开始去观 观禅的时候 你无取应这个苦地 我们开始去观察我们的色寿想形式 那这个苦地呢 你了解以后呢 你就会了知这个奇地 因为你会了解 所以在这个观照的时候 其实观禅的目标 跟我们试念主里面讲的是一样 无常苦无我的三个形象之一 只要你观察到无常 你就可以观察到苦 你就可以观察到无我 只是无常最容易观察到 或是苦最容易观察到 然后无我比较慢观察到 然后他们的升起以后呢 立刻就会坏灭嘛 因为呢 无常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这个 你的呼吸 静出 生灭 就会很快 因为呼吸是一吸一呼的 好 那他受到不断的生灭 压迫 可能你下一秒钟 呼吸不到空气 你就会觉得很苦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苦会出来 因为无常你的苦 然后在这当中呢 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 为什么 让你三分钟不呼吸 你怎么样 就会断气 你就会死掉了 所以他没有一个我 他是 我们这个我是要很多的因缘和合 所以他是战死我 好 如果今天战争或 有一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毒气一进来 我们呼吸不到 新鲜空气 我们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观 这样的三个形象的法以后呢 你运用 这个五支 就会 就会呈现这 发生到这五个出来 第一个呢 你透视这些形化 他是坏灭的时候 你代表你开始有正见 第一个我们是观身不静 观 心无常里面 这个无常有关 然后这个法无我呢 就慢慢 这一形法 他会看到一个坏面 然后把你的心 投入这个形化的坏面里面 你会看到这个里面呢 你的投入是什么意思 它会成为你的概念法 那因为概念法 还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 它不叫做真实法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字 叫将心投入 你要让它变成真实法 这时候我的心 实实意念 刚刚那个念字本身 还有意念哦 意念我曾经学习到的一些法 正念是代表 如理作意 这些我学习到的 记忆到这些法 所以我的心投入 这些形化的坏面的时候 我把我曾经学到的这些法 怎么样 互相去 两个比对 是不是正确 这个思维里面 是要不断的去 反复呢 思维你所观察到的 领会到的 是不是跟我们所 学习到的佛法 是相同的 所以这心投入形化的坏面 这时候如果正确的时候 你的正思维就建立起来了 那有这样的正思维以后呢 你就会对于你所观察到的 你所认可的 你所看到的 然后的真实法 你会投入精进的力量 然后你会付出努力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没有这个正经济 其实我们的八正道 正与正业正命 正见正思维正念正定 都不会有力量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中间很重要 你透视到这个以后 你要付出努力 然后因为你相信 它是真实不虚的时候 你对这个形化的坏面向 你会记得 就是我们刚刚强调这个念 所以呢 这个念字呢 其实是很重要 尤其叫细念禅修法 念触禅法都一样 都是在这个维持 保持这个正念 你要对你学习的法 你曾经体验到的真实法 你要时时刻刻 铭记不忘 当我现在对圆对镜的时候 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坏掉 我马上知道这是无常 所以我接受它 我不会有任何的 心的痛苦或难过 这就是你在正念的当下面对 情境的时候 你铭记不忘的 然后你随时要保持这样的 一个专注力 因为你的心罗不明立清楚 当然你就又回到你世间的一些观念看法 专注于形化的坏面 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们的苦地 吉地 这边是道地 那在前面那一张 其实这箭头是这样子上去 这样下来 上下是有相通的 应该到第一张 他就会从刚刚那一个 我们的苦吉来到看到灭地 正知灭地的时候 以灭为所缘 是我们的烦恼止息为所缘 能成就献官 见通达世圣地 献官献见官 通达世圣地的正理 献正献官 而献官灭地 同时了知其他三地 当你在灭地的时候 必然你前面的苦地 吉地 道地 你都有了 骗之献官 而献官苦地 骗之苦 断吉 修道 然后呢 这个灭地 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篇章 就是在灭地这个内容里面 他最主要介绍哪些圣人 那怎么样修行 进入这个圣人位 那圣人有哪一些差别 那当然这个好处是 因为我们读阿含经 他没有讲四双八倍 他们到底到哪边 断了哪一些修获 然后在怎么样的一个 见到的修行的时候 他是进入见到位 然后在见到位的时候 有出果向出果 二果向二果 下面就开始要介绍 为什么有这些圣人差别 是怎么样的差别 在基设论才会介绍 阿含经就没有讲 所以你读阿含经的四双八倍 你就知道 在基设论告诉你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自我检查 我现在的修获断到哪里 然后我见到了 我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所以呢 当你在这个灭地的时候 你断了哪些修获 你就会产生不同的位阶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出果 虚头寒 二果 虚头寒 三果 阿吶 四果 阿罗汉 那虚头寒的导致 他要断的是 身见 疑跟戒进去见 导致呢 投身二取的烦恼 那因为呢 你有身见 你就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这个身见 其实就 第一个在我们苦地下最难破的 这个苦地下 最重要就是要关这一个地方 那疑跟戒进取 其实跟身见有一些关系 然后再来 断了我们御戒里面的贪跟撑 比较出重的 加前面三个在御戒里面 比较出的贪跟撑 好 那御戒所有的贪跟 维戏的贪跟撑也 断的时候是来到三果 所以三果圣人呢 是把我们御戒的修货全部断掉 九品全部没有 除了见到以外 还有看你的修货断到哪里 那阿罗汉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要断上二戒的 七十二品修货了 更维戏维戏的货 所以阿罗汉是要断的是 上二戒的烦恼 那我们的御戒呢 就来到三果圣人 全部都断完了 是御戒是最重的是贪跟撑 大概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情形要做官的时候 是怎么样一个官法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五百一十二页 五百一十二页的地方了 从我们刚刚这个四滴看完了 从此第三名忍至次第 开始下一个颂句要讲的是忍跟次的次第 论里面讲 何元必有如是忍至前后次第 奸杂而起送曰忍至如次第 忍呢是无间道 这个无间道呢 所谓无间就是没有中间的间隔嘛 这是意思说马上的意思 所以忍呢 他是无间道 那他不会被任何东西给障碍 所以烦恼没有办法障碍他 这也指断烦恼来讲 断获得 或是指烦恼 获得就是你有这样有得到这个烦恼的部分 你要断掉 意思说没有任何烦恼可以阻隔他 只要这个苦法忍一起来 下一个字必然会出现 所以呢 不被获得之所割爱 这个破字呢就改成不被 就是改成一字旁那个被 不被人障碍住 他不被获得到这个烦恼给障碍住了 故名无间 那智呢是解脱到 就是他是来到解脱智慧 以解脱烦恼 又与离戏得 他又会产生哪一种 因为他们不会被烦恼上来 他又可以离戏果跟离戏得一样 离戏离开三界戏福的烦恼 叫离戏得 我们这里要见到就进入无漏了 有漏的话会戏福在三界 这里离开烦恼的戏福 离开烦恼的戏福 得到离开烦恼戏福 得离戏果 所以他是折灭断烦恼 因为他会用智慧简责去断烦恼 所以据食其 这也是同食而其 离戏得据食而其 就是这里讲 他会跟前面这个忍同时起来 会得到一个离戏得 叫做下一个撒纳叫解脱到 解脱到的时候就有离戏得 前面说不被获得 然后下面是会得离戏得 所以忍跟食呢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 离必应难 就是道理上大概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就好像是呢 世间人呢 他要去赶这个贼 就是小偷的时候 然后呢 他要做关门的动作 驱贼庇护 那忍呢 向了驱贼 所以驱贼跟庇护中间 其实可以用个动号 如果你看得懂就不用了 就是两个动作 世间人 第一个是驱贼 第二个是关门 驱贼的时候是忍 然后字的时候向关门 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种智慧 这智慧就是他发现外来的入侵了 然后他就开始产生智慧 就是要去做关门的动作 所以他这里有两个动作 那一个是呢 不会被烦恼给障碍的无间道 一个是产生解脱的离戏得 就是这两个 一个无间一个解脱 那他把它形容一个是驱贼 一个是庇护 就是关门 所以这边呢 忍跟刺 他就大约讲一下是 这样的忍跟刺的差别性 那从此第四呢 就讲了见道跟修道的差别 在据色论里面 他的见道呢 跟我们的大众部的看法不一样 他大众部认为要十六星都完成才是见道 那在据色论认为呢 前十五星呢 他就完成就算见道 最后那个是修道 我们之前画表格给同学的时候 你们该有注意到 所以他现在要说明 为什么呢 最后那个十六星 他是修道而不是见道 从此第四呢 他要说明 见道跟修道的差别性 在我们512页第四行这里 论里面有提到 这十六星呢 接见地灵 都看到四正底的真理 所以呢 其实呢 这十六星的完成 就是我们刚刚呢 也从这个观禅里面去看到 其实在定当中 所要观的就是这十六星里面的四胜地的真理 如果你都观察到 那你必然 而且这真理是要真实的观察到以后呢 你还要正念的铭记不忘 他一切可说是见道所设 如果你有看到这四胜地的真理 这样你就可以讲是含 整个是见道的过程 这里见道色就是包括在见道里面的 是吗 他这里有人问问题 论里面此十六星皆见地灵 见道真理 一切可说是见道所含瓜吗 结果呢 下面这个论里面的问题提出来的回答呢 这是他所要说明的 他说不尔不是如此 不是如此的 那是为何呢 这个云和是为什么 宋里面要回答 因为前十五个是见道 因为呢 这个十五个为什么是见道 所以他看到之前没有看到的真理啊 所以禅宗角明星见性是 忽然呢 他的黑漆桶掉了时候是 看到他五死节来从来没发现的 所以你这一生见道以后 你下一生再来修行 见道就 五死节来就这一次 就下一次呢 就衔接你见道以后继续修行了 因为你已经见过了 见未成见 所以你见道就是见之前未成见的 所以在这个道类词的时候 我们的道类词是第几个 第十六个 这一只 看那个有一张表 我记得上次都有寄给同学 等一下我看看 这边要不要掉出来一下 你会看到特别在修道是这一个 就是道类词 最后是一个 他没有转换过去 等一下 把这个关掉 最后这个就要道类词 等于说 红色的地方是 我们的忍 前面这个宋据是忍制如次第 忍跟次就按这样子次第安排 一个无间就有一个卸托 无间卸托这样子 一只如安 这样子安排到 最后的第十五的时候是都是见道 然后呢 因为在这十五星的时候是见未成见 然后在十六的时候呢 是道类词 他第十六星是解脱道 没有错 但是呢 他这里特别在解释里面 第一句话 五百一十二月最后一行 除道类词要把它除外的时候 前面的十五星啊 是叫见道 于是地理未见经见 从来还没看过的 现在看到了 见未成见 所以呢 得见 所以叫见道 就像我们上次讲八种见里面呢 一个是五种染污去掉以后 天晚上没有污云 然后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 世间正见是晚上没有污云 然后再来进入是有学的正见 所以这要进入是有学正见 这个见呢 他是一种能观的心 有无漏智慧开始进入 所以他见未成见 所以得这个见 是道类词呢 再来五百一十三月第一行那一句话 他是把它归纳说 因为道类词呢 他没有一个道理未见经见 你说他所有真理都是看过了 为什么呢 如修成见 所以他在修的时候是已经见过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他这里呢 我这个苦地下 我第一心跟第二心是看玉界的苦 然后第三心跟第四心 我观察的是上二界的苦 上二界两个合并是因为他们的苦是很类似相同的 就并在一起 所以苦地下只有四者心是因为玉界跟上二界加起来四个 然后来到了极地的时候 我也是先观察玉界的极 极地下的烦恼 然后去对峙 对峙的时候就有忍嘛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有智慧产生 然后再加上二界 那我的观察来到了这里 玉界的灭地跟上二界的灭地围观 来到这个第十三跟十四的时候 我观察到呢 玉界的道地 道法治人跟道法治是十三跟十四心了 可是上界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呢 道类忍赐的时候 我其实呢 道类忍赐一出来以后 我已经把上二界的 道地下的真理也观察到了 因为只要有这个道类赐忍 你也有个类似上二界嘛 忍出来代表你已经开始有这个智慧 忍是智的眷属 因为我们刚刚讲 在忍的时候 他能够呢 马上进入智 因为他没有中间的格杖 代表他这个智呢 跟智很接近了 那就像国王要出巡的时候 有一些跟他随从的 他就是智的随从 有忍必然就有智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的一界跟上二界的苦 极灭道 我全部都观察着 真理都清楚了 所以我这边的红字 不放在字 放在这里 有没有观察到 是因为道类赐忍的时候 已经把一界跟上二界的苦极灭道 全部真理都观察完成了 所以他这里讲 无一地理未见经见 还没有看过的 现在见 没有 第一句话已经火定 没有一个地 就是苦极灭道 四地 没有哪一地的道理 我未见经见 还没看过 现在才看的 才叫做见道 但是他现在没有这个情形了 所以他就变成进入修道 这是据色论特别强调的地方 跟其他呢 诚实论跟大众部的说法不一样 因为他的道理就是说 来到苦类赐忍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把上二界的 道地下的真理也观察到的 因为一界已经在前面两个 十三十四观察 第十五就是 再把上二界道地下的真理再观察 所以下一个道类赐呢 我就直接进入修道了 所以他说 如修成见 这里曾经见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说是见道 就变成是修道了 因为这个就是你曾经见过了 他这里修的是曾经你见过 就叫修道 那有人就问说 当然有些人就会提出疑问说 那这样道类人是道地的真理 这个道类赐呢 源于道类人 那这也有一个错字 那这也有一个错字 于道送人 这个送改成类 那也有一个错字 第二行的下面算下来七 第七个字 原道类人 于道类人 他写成送 有看到吗 这个道类赐呢 他原的是道类人 于道类人的时候呢 他未见经见 何故道类赐不是见到手 寒瓜在见到里面呢 因为他也是这个道类赐 他要原道类人才能产生出来嘛 对不对 于道类人才能产生赐出来 他是未见经见 然后何故 等于说在道类人的时候 他还是未见经见 何故道类赐呢 他就不是属于见到呢 答案是说 始终 这里面呢 是从这个 我们的观察的真理来讲 不是以撒拉 不是第十六个撒拉 是以真理来讲 虽于道类人 于撒拉心 未见经见 虽然你在道类人 那一撒拉是未见经见 可是呢 在道类赐的时候 于上下八地 皆已成见 所以我是觉得 这边可能 他在讲道类赐 那你最好在旁边 也稍微写一下 在道类赐的时候 是上下八地 皆已成见 所以是要属于修道了 下面他就举一个 割稻田的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割稻草的时候 他这个义齐道 义呢 就是割的意思 齐是义齐 一齐的这个田呢 是指五十亩 我在割这个一齐的稻 等于五十亩的稻田的时候 我只剩下一颗 等于说有几万株的这个稻田 我都割 只剩下一颗 还没有割 那你不能说 这样一起的田的稻 都还没有割吧 他意思说 只剩下最后这个 你不能说这样就还没割道 所以问呢 忍于地里 就是忍了对于四圣地的真理 未见经见 可名为割道 那这样子 如果这样来讲 中间的七个字 中间七个字 就是我这边红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 来到道法治这里 他最后这个上二戒 这个没有算 来到这个一戒的 道地下的道法治 这七个字 以见经见 和元七字呢 也是见道呢 因为他说 那这样这七个字 应该来到至于 这个有一点强辩 就是说那这样你既然想说 这个道类治不是见道所设事 他只要类人那边 道类人就可以算是 见道真理了 那就不用来到道类治 那这样这七个字 其实也不一定要属于见道了 那答案是说 这七个字是个过程 对不对 我没有这一个字 我就不会产生苦类治人 我如果没有第二心 我不会产生第三心 对不对 我欲界的了解 有产生苦法治以后呢 对这个欲界苦地下的真理 我非常的清楚了解 我教苦法治 我就不会再进一步去观察 上二戒的这个苦地 上二戒教苦类人 出来以后你才会有苦类治 所以他意思说 这个是这七个字是过程 他对于知道这个道理还没完成 他只是一个中间 所以他涵瓜在见道里面 他并不说 但是这个后面这一个呢 后面这个道地的道类人跟道类治 他是在后面的关系 所以他已经是完成的部分了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先静坐一下好了 等下再继续 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诵句 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往前 就是以八人八次是前后次第相扎而起 然后这边强调是 八人为什么是五间道 就是依我们这个居色论的论文里面 间隔 就是人呢 还没有生起来的时候 然后前面的这个烦恼的 前有获得能够障碍 等于忍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他会间隔 但是呢 当令不能正得圣道 那现在忍生起来 红字这个比较重要 现在应该五间道就是八人 这个第一个苦法治人 他生起来以后 他会断除这个烦恼的德 让这个烦恼的德不能间隔 叫五间道 这刚刚我们的论文里面有提到 那深圳理论里面忍道智呢 中间没有其他的道能够障碍 令不从忍生子 叫五间道 那大匹菩萨论九诗里面 也有提到 五间道能够断烦恼 革烦恼德 就是让这个烦恼的德 被阻隔 没有办法相系 所以这个俱色论依据 也是依据大匹菩萨论这样来讲 这句话是大匹菩萨论 无间道能断烦恼 革烦恼德令不须故 这大匹菩萨论 那俱色论就依他这个来建立这个无间道 他能够正德灭烦恼 引离系德 让他能够生起来 这是圣政理论的依据 有第二句话是叫离系德 在我们的512页倒数的第六行 第一个是不被烦恼德所障碍 第二个他能够有离系德 离系德就得到下一个智慧的产生了 因为引离系德就会产生智 所以八字叫解脱道 就是因为他有离系德 一方面前面那个烦恼不会障碍你了 所以你解脱了没有烦恼的体了 第二个因为我们有离开三界系伏的德了 同时而起所以就要解脱道 所以无间道跟解脱道主要差距就是 无间道一个撒纳 解脱道是相续的 所以这种重点就是在两个 一个是因为你解脱道没有相续 你这智慧就变中断了 智慧他已经是肯定的 所以来到智慧他变成是果 无间道是过程 他是一撒纳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他就是在断烦恼 就是把这个贼 发现贼然后怎么样 第二个动作关门 第一个动作是发现贼就是那个撒纳他发现这个烦恼了 让这个烦恼不会再产生了 第二个关门这个动作他就是会相续 因为门要一直关着的话那个贼才不会进来 所以第一个是一撒纳第二个是有相续 那这个来到下一个诵句是 我们的512月道索二行 前十五见道 见未成见 这里的八人八字是十六星 是世圣地真理里面 见到他要经历的这十六星 那这十六星我们前面的补充讲义 同学看到 这十六星其实就是在看观四帝十六形象 那十五星从第一个苦法治人 一直到第十五个道类治人 都叫做见到 因为这是过程 见到了从来没有曾经见过的世圣地真理 所以你这一次的观是要比以前的更深刻 曾经你没有看过的 你第一次看到才叫见到的见 所以在十六道类治的时候 有人提出的问题 从今天那个七字 他为什么不是变成修道 因为那个字他还没有完成 他还是一个过程 但来到第十六的时候 因为在十五星的时候 他对欲界的道地已经观察 那上二戒只是类似 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一张表是说 在道类治人的时候 我已经把这个上二戒的这个道地呢 也是类似欲界的嘛 这里的类似已经有了 然后欲界的道地也观察过 这个是类似的 他也观察到了 所以呢 他代表已经全部都看到了这个真理 以地的立场 整体立场来讲 十五星已经完成了 那来到第十六的时候 他这个就好像温习前面见过的 因为来到道类治代表经历了十五星 他才会来到第十六星 代表前面十五个 他已经都曾经了解了 他才会产生道类治 所以来到这里 他是温习前面的见道 所以他已经不需要是见未见 而是另外一个名称是修道 这是据色论他依据这样子来说明 为什么最后十六星是修道 而不是见道 他从这里下面这个地方看 第十六道类治呢 他没有一个四圣地的道理 未见 先未见 之前没有见的才叫见 因为一切人皆是见性了 因为他的前面这些都完全看过了 就是在道类伦这个位置 他把这个上二戒的部分 他也有跟玉戒类似的部分 他也有 这个人也已经有了 余诸地中见语圆满 因为玉戒的道地看过 那上二戒只是类似 类似的时候呢 他又来到道类伦这个位置了 所以呢 这个十六星呢 他就不叫见道 因为在十五星他认为这样就已经圆满了 这是基色论特有的说法 所以你上过基色论就知道 他的见道跟大众部讲的十六星呢 不一样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十六星是修道而非见道是因为上下八地来讲 十六个撒纳呢 在这个道类似完成的时候呢 他已经普遍都见到了 只少一个撒纳 这里的少一个撒纳是说 在道类人这里少一个撒纳还没有达到最后道类人 不可说因为少一个最后没有看到 就说十六星是见道 所以他这个就举一个例子 像你割道子的时候 可能这个五十亩的田有几万株的 几万颗的道 然后你割的剩最后一颗的时候 他说这个就不可说道田未割 所以他这里讲的上下八地四圣地 他已经普遍在道类人这个位置 他就算已经是完成了 最后那个撒纳他就算是温习前面的部分 论里面非撒纳未见经见 不是还没有看现在才发现的 就这句话是在我们五百一十三页第一行 无一地理未见经见 所以同时要知道就是这十六星 因跟果两个部分 因在哪里 十五星 就是十五星算是预留相 然后预留果 因为你看到这个剑道完成的时候 必然就是代表你已经达到出国 那来到修道位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进入修货 断修货 所以他这边剑道的这个人 他的修行人他不一定有断修货 就看他断了几品修货 会剑道的时候 他的品位不一样 那在这个地方是完成的剑道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修道位 所以这边他讲说 这十六星就分因跟果 十五个圣地宪观前十五个是预留相 因为在这个达到完成以前的过程 第一星第二星第三第四都算是往出国的方向 叫预留相 往出国的方向叫预留相 像就像我现在呢 往这个如果下课的时候要往这个捷运呢 善导式这个方向 就是他往这个出国的方向 然后到第十六星的时候 他的这个完成了 就叫做预留果 就达到这个结果了 所以前十五星是预留相 十六星是预留果 趋向第十六星的预留果的因呢 是在前十五个 所以这边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呢 因跟果的地方了 要先清楚 因为下一个诵句呢 他是要先讲十五星 然后来到第五百一十四页 那个是第十六星那个讲果了 五百一十四讲第十六星 五百一十三讲前面的十五星 里面还有圣人的差异啊 对 在我们五百一十三页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四六 第六行这里开始 五百一十三页第六行 从此第二 等一下一个诵句呢 他要依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见到十五星 来建立圣人的差异 里面有两个 一种是十五星 一个是依十六星 依十五星的呢 他在这个见到的十五星里面了 这十五星里面还有差异哦 这个还有差异是说 依你断的这个修获里面还有一些差异 因为虽然修到位是在第十六 那有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没有见到的时候 他已经在修正他人间的一些不良习气了 所以依这个见到十五星 我们还会建立圣人的差异 不过因为有第一星开始进入见到 基本上他已经进入无漏了 所以这里为什么叫众圣 就是这十五星已经是一个进入无漏的智慧的圣人了 只是他经过十五个刹那 有这样的 十五个刹那还不到一秒钟 还是有差异性还是有差别 那下一个颂句就是要讲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别 那我们先把这一个 头预母这一章看过 八人对于四圣地的道理 未见经使见 可以说是见到 那八字是前面的七个字 是已见 已经见了 现在看到了 第八字呢 怎么也是见到所设呢 意思说第七 前七个字就给第八 所以要知道前七个字于自己的部分 他发现看到 虽然说已经明了 但是于地 还未见 这个是就是我们课本里面有人问说 这七个字为什么不是属于呢 这个像这个修道 于智分起 虽说已经明了 但是于地 等于说他在过程 就像我在这个位置好了 我如果来到极法字的时候 我还有极类字 灭法字 灭类字 道法字 都还没有出现嘛 所以还有其他字 我还没有真正的了解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七个字 还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 虽然已经明了 但是其他地还没有完全 中间所起之地未尽 所以呢 他还是属于见到 这是有人问问题的 意思说前 前七个字呢 为什么他会寒瓜 在见到 他应该会像最后那个道类字 是不是他也 有来到字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修道 那这也就是 说明说 因为七个字呢 他还是一个过程 他说前七个字如果说 第八个字是见到 那为什么前七个字不能 不算 他说第八个字不算是见到的话 那前七个字难道 他也可以不算是见到吗 也可以算是修道吗 这个有时候他们的问题会问得很繁琐 来我们向下一个好了 513页这里 随性行跟随法行 这边呢 请你用一个顿号分开 这里有分 在见到十五星里面呢 有两种人 一种是随性行 一种是随法行 这个随字呢 就通用到上跟下 明随性行 明随法行 所以性跟法中间有个动号 那他们是因为跟的顿跟利的差别 所以顿跟利的中间也是 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每一个人 他的根性会有差异性 那这样子的差异就会在 这也算是两种圣人 见到的十五星里面有两种圣人 一种是随性行 一种是随法行 那我们在513页的地方呢 就请同学看一下 倒数二四六 第六行这里解释 随性行跟随法行 是由根顿利的差别 所以见到位里面呢 圣人有两种 第一个是随性行 第二个随法行 这已经算是圣人 因为呢 只要进入十六星的第一星 就开始有无漏智慧了 然后由根的顿跟利 利此两种名称 由顿根呢 就叫做随性行 比于先时 随性他的 就是有一些人呢 他是由别人给他引导 所以善知识给他引导 那他就相信了 就开始入门了 去学习 而行其意 就开始修行 这些义礼了 随别人的引导 他去相信 而开始修行 好的 这个叫做随性行的 修行人 他属于顿根 那利根的话呢 叫做随法行 就是他在之前呢 最先时是 前面有个先时 就是还是凡夫的时候 这个顿根跟利根都是 你不可能从十六星的第一星 才开始修行吧 你当然是在 还没见到以前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 你的习惯性就是这样子 有别人 或是多听经文法里面 有一些你的上师 或是师父 或是善知识给你的引导 你会依据他这样来修行 所以随根呢 的人呢 他不一样 他在先时凡夫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去读乐经典 自批乐契经 契经 这里的契经都指的是呢 我们的阿含经 这里讲的 因为 据说论是以阿含经的内容为主来 做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他自己会去读一些经典 等法了 那依经教而修行的 随行义故 的时候就要随法行 那这个就是利根 所以这里的名相有两个 一个随性行跟随法行 一个是根性比较利 一个是比较顿 那他们的差异性 就是在下面来看的话 是说 据修或断 这个据修获三个字 是一起先用 就是说 我们的 据足了 所有的修获都还没断 修获我们有多少个 这一张 总共我们的修获有81平 从玉界一直到无色界的飞翔飞翔 那因为呢 玉界就算一地 你现在先看清楚 玉界他只算一地 色界他算四地 无色界他算四地 所以总共是九地 九地又九品 所以九九八十一 他这样是算的 那这边讲说 据修获 这个据就是说 据足所有的修获都还没有断 八十一品全部还没有断的 据修获 然后呢 再把修获往下 跟着下面那个字一起用 修获断一 修获断一 一个是据修获 一个是修获断一 修获 据修获是怎么意思 你见到的时候 你一品烦恼的修获都没有断 完全都巨足 所以有一个叫巨福凡夫 就是你都巨足所有烦恼 被你扶住了 这个烦恼就扶住你 所以巨修获就是 这个修获完全巨足 没有断一品 然后有一种人要修获断一 断一品的是在哪里 五趣杂居地这里 欲介里面断一品 欲介一个断一品 这可能要看 看比较详细的一张图 这一个 这边也没有 不过因为我们这里九品 就是你自己要分上、上、上、中、下、下 因为这个最多只能看到这样子 然后这边它就会产生了 十五三二十 这个等一下这一张再出现 先看这一张 所以出口项它就是断玉戒的一品开始算 这一句修修获停一下 然后你的修获还要跟下面一起用 修获断一一品 然后至五品 下面那一句 至五 至五品 这个时候叫相出国 这边就看到 他叫出国相 就是之前的义生繁复 这义生是指繁复位的时候 他已经断修 欲介的修获断一品到五品 所以 聚修获是一品都没有断 还有一种人是断了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他一个一个每一个都算 那这 不管你是八十一品都没断 或是你只断了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你都叫做相出国 都叫做出国相 还没得到国 只有叫做相 我只是往这个 我还没有达到目的地 假设捷印站的 这个地方是我的终点的时候 那我这个结果是要走到那里 那我现在只是要往那个方向 所以往出国的方向的时候 这里有哪一些人呢 有断 欲介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还有一种人是 聚修获 完全一品都没有断的 下面我们看五百一十三页 前面算过来 第三项 集前二圣 前面两种圣人就是 随性行跟随法行 这两种 一种立根 一种是顿根 他在见到位的时候 他要立三 三种相 三种相 哪三种相呢 这三个 有看到吗 出国相 二国相 三国相 这三个 这个宋聚的出向呢 就是 聚修获 然后停一下 对不对 那我的修获再用到下面 修获段一至五 相出国 有一种是聚修获 一种是修获段一至五 他们都叫做相出国 也叫出国相 然后呢 断次 断呢 接着 我的五品接着是什么 六品 七品 八品 接着这三个 六七八 三的旁边请你写六七八 六品 七品 八品 断接着的六品 七品 八品的时候呢 他是二果相 往二果 这二果相这边 一生凡夫 断玉戒六七八 品货的时候 他是相二 是二果相 好 然后呢 接着咯 好 所以这个地方 看到是 先时 好 我们从五百一十三月的时候 倒数三 于先时就是凡夫的时候 他未以事到断修祸 叫做聚修祸 他还是在解释前面 先把这个聚修祸呢 先解释一下 就是呢 他在世间 还没有正路见到的时候 的第一星的时候 他在世间的时候 他在断这个 我们的一些呢 不良习气好了 我们的贪真痴的习气 的时候呢 他都没有未以事间到 去断这个修祸 事到 事到就有些人 他就尽量呢 怎么样 喜气少一点 就是说 尽量不发脾气 尽量不贪心 然后呢 叫做聚修祸 因为未以事到断修祸 叫聚修祸 这个名字 我们叫做聚修祸 聚修就是怎么样 他完全没有断修祸 就被绑住的人 叫聚修祸 然后断一至五的时候呢 他叫先凡夫位的时候 已有漏道 他慢慢有开始在修正习气了 他断修祸一瓶 乃至五瓶 这个就五种人 有五种人 刚刚那个聚修祸是一种 现在有五种人 断一瓶 断两瓶 断三瓶 断四瓶 断五瓶 这样加起来有六种人 间前面的聚修 所以总共有六种人 然后这六人呢 自建道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出国相 所以这里总共有六种人 对 这边虽然是一到五瓶 是五种人 但是还有一种是完全 连一瓶修祸都没有断的 这样子 有六种人 此六人至建道位的时候 在建道位中 在建道中 所以请你把中圈起来 此六人至建道中 中间还没有进到建道位 所以他在中间的时候 至建道的中间的时候呢 他叫做出国相 他是往预留国 区 区就是他往预留国 他还没有进入呢 预留国 他还没有来到出国 他只是相而已 好 然后断四三 相二 这是第二相 第二相就是什么 二果相 第二相就是二果相 好 所以呢 五百一十四页 他讲 于凡位 在凡户位的时候 他断了 第六品 的时候呢 第六品 接着你看 第六 第七 第八 对不对 这边 这个表里面看到 六七八呢 在凡户位的时候 他已经断了六品 七品 八品的修复 叫做断次三 就是前面的五品 的下一个叫 六七八 这三个 持有三种人 因为断六品的一种 断七品的一种 断八品一种 所以二果相有三种人 这样子 他一样是在 至剑道中 就是在十五星的当中 这一剑道中 是十五星的当中 的时候他叫做 二果相 然后他就会亡 一来果是指什么 二果圣人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这一张图里面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 每一个品详细分 因为他其实最出众 还是贪称持满 贪持满 贪持满 因为上二戒就没有称性了 那只是他们会 再把这个地方分得详细一点 所以刚刚这个一流像是 治苦法治 道类治人 这中间的属撒腊里面 他又分六种人 这就六种人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一张 有一品到五品 还有一个完全都没有断的 这里就有六种人 然后呢 来到这个 一来像的时候 有三种人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课本讲 有三种人是 因为呢 他断了六七八 这里二果像 二果像 这个一来果是二果 他这里叫一来像 这里都是已经进入修到位了 好 好 然后接着514页的时候 他就讲说 离八地向三者 离八地 离八地是指哪个 向三果的时候 这个距离就修获就很大了 他这个范围就很大 因为我们在看这一张表的时候 你发现 这个刚刚是御界的九品 但御界九品来到第八品的时候 他都是二果像 他都是二果像 因为刚刚在八品以前都是二果像 那如果你九品 断掉的时候呢 你就要进入三果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如果断玉界九品 或是以断这个玉界的初禅 不对 初禅定的一品乃至无所 所以这边 如果离八地的时候 是向三果 因为向三果 看一下离八地是这一张 八地是 五去杂居地的最后一品 他也还没断 因为他如果断了 他就是三果圣人 那有可能他断的 这个修货会断很多 他不是光断异界的第九品 他有可能还断了色界里面的 这个四地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乐 省恋期 这四地的九品 还有呢 无色界呢 他也断了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处 这边加起来就有七地了 这边七地 还有异界五去杂 杂居地的最后一品 所以他的八地是 还有加异界的五去杂居地 跟色界四个 无色界三个 所以第三项 这个是三果 往三果圣人的寿 在凡互为他断 异界修货九品禁 或断出禅的禅定一品 乃至呢 断无所有处的 出禅从哪里开始 这边离生喜乐一品 以至断呢 无所有处 来到这个第八这个位置 无所有处的 或禁的时候 叫离开八地 那这边呢 就我们就看到 七九 就是这里应该最后一个 应该是七九六十三 对不对 他这边下面已经算出来 跟你看一下 六四人是断异界的第九品 一个人 还有断上面的七地 上面七地 刚刚讲色界四个 无色界三个 这七地 各九品 九七六十三 六十三呢 再加前面的 御界的九品 哪一个烦恼修货呢 这样是有多少 六十四个人 所以总共有六十个 四个 他也是在见到的十五星里面 代表这见到十五星 可以超越正 这样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修正习气 你已经修正到上二戒的时候 那你见到是要几果圣人 三果圣人 因为三果相啊 在这里 在这里 你在先一生反护 你已经断异界第九品修 你已经把异界第九品都断了 然后你还断了 离生喜乐 就是色界的 出禅的一品 或一支两品三品九品 一直断到无色界的 无色界的无所尔处的第九品 最后那个飞翔飞翔处是要的 最后的阿罗汉的时候才断的 最后这个飞翔飞翔处要的阿罗汉 所以三果圣人最多他的范围在这里 他断的这么多的修复 如果他断的越多的时候 他当然三果圣人再接近阿罗汉就很接近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超越阵 我们前面都全部不能超越阵 这里可以超越阵 在见到位的时候 如果十六星也不能超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要到十六 然后呢 后面开始在这个中间的十五个过程 刹那的时候呢 你的修复断的越多 你有可能就是 一见到你就可能是二果圣人 你有可能就是三果圣人 因为你在这个二果圣 三果圣的方向里面呢 你已经断很多的修复了 出果的话呢 当然一进见到就有出果嘛 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有超越阵 所以平常我们就是 还没有见到没关系 你就先把你的 这个习气不良习气呢 先改正修正 所以为什么叫戒定会 戒要先就是申口意 你先清静的话 那你有一天见到的时候 你的这个 正的果会是不一定是出果 有可能是二果或三果 所以他这边讲 先繁卫的时候断 欲介的修复的九品进 到断出定的一品 乃是断无所有处的进或进 那辉想辉想出 那九品就最后是阿罗汉要断的 这样叫离八地 离八地的时候 他是三果 往三果方向了 这样有六十四种人 六十四种是他每一个修货的一品 他算一种 每一个人断的那个修货会不一样吗 那所以有可能的情况他都把它列举出来 这样子 这样子六十四种人 他到剑道的时候就是 是三果圣人 好 趋不还果 不还果 就是三果的圣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好 从这一章开始 这是我们的剑道十五星 因为这个还没有整个完成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都一直讲剑道中 所以在剑道还不到一秒钟的 这十五个圣人 就圣人也有差异 就依你的修货又有所差异 是二果相 或是三果相 等于说你在剑道这十五星里面 有二果相 有三果相 也有初果相 那如何建立众圣人的差别呢 就是随性行跟随法性 依根性的顿根利 有这样两种类型 那随性行就是 自己的根性比较顿 没有判别的抉择智慧 所以他刚开始是先要 听别人的 引导跟指导 随性他也 凭他生解 然后去了解 好 然后随法行呢 就是依佛陀所教的这些经教呢 靠自己的智慧呢 去读诵经典 然后经论里面所教的去相信以后 依相信的这个了解的经论来修行 所以一个是平教路道 一个是依智路道的两个类型 然后呢 这里呢 在建道的当中就立了三种项 好 所以具有修获是两种类型 好 具是指具有修获 这个具字本身就有意思了 就是说在这两种类型当中 他在过去凡夫的时候 他没有去用了世俗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见到 还是凡夫嘛 他会用一些方法 克制自己 可能就当自己要生气的时候 可能就是用用什么方法 然后让自己的心呢 不会产生称性 就世俗的有漏六行观 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 观了上界的静妙里 下界的出苦上 下界很粗糙 然后上界很维系 然后苦 然后他是清静的 所以用这样的比较呢 让自己的心慢慢呢 就改掉一些欲界的习气 断除修所断的烦恼 所以叫做呢 巨幅 是这一个有一种是没有运用 这个巨幅是完全没有运用 有漏的六行观去断烦恼 那假使在以前呢 凡夫的时候 他已经用有漏六行观 断了欲界一瓶乃至五饼的修货 到见到位的时候 他就要出果相 有五种人 再加刚刚这样有六种人 那所以呢 出果相有六种人 因为他是趋向出果的 出果是预留果 所以一切沙门中是最初得到的 那次呢 接着 断接着的三平 就是再来是六七八这三个 断接着的三个 我们就是往二果的方向了 那这里就是两种类型 也是随性型跟随法型 这两种圣人 他在先繁位的时候 已经断了六七八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前面五品以后的接着 因为他是趋向二果 到了见到位的时候 名为二果 二果是一来果 另外一个名称是二果圣人教义 他只要在人间天上再来一次 在遍德果他居第二个 就是出果的下一个 然后离八地向三呢 就是这两类圣人 在先繁位他断玉戒九品的修货 然后呢 或者呢 他以断出禅的一品 来自断无所处的九品 这样是三果项 等于说从一品 这个地方 从这个色戒的出禅 一支已经断到无色戒的无所处 这么多的 六十三品的修货了 这个部分叫离八地向三 还有包括第一个五去杂菊地 八地还有一个五去杂菊地 因为一阶还有最后这个九品的部分 好 那他这时候见到就是三果 他往三果向方向 好 接着呢 下一个宋句 所以呢 我们这个今天看到的是 来到呢 514页这里 下面这个讲说 从此第二 接着下面呢 是要讲十六星 刚刚是前面的十五星 再来这个十六星呢 建立的时候 他开始要讲果 刚刚那个是前面十五星是在阴里面 阴里面有见或跟修或断的情形 然后呢 他会在十六星 因为十六星已经来到修到位 也是出果了嘛 这里呢 他要在果上的分别了 的名称又不一样了 所以下一个是依修到的十六星 到类质来建立圣人的差异 刚刚是以十五星来建立圣人的差别 现在以十六星来建立圣人的差别 不过从这个两个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修行呢 就是可以在超越的地方 就是从自己的不良习气先修改的话 会可以在正道的时候呢 有所超越 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请合掌一起回响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大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